拥有52年历史的国光客运台中站旧站 在29号这一天是正式的迈入历史 而客运站也搬迁到了新民间168号的新转运站 这面积是比旧站大了有6倍 而车辆进出动线也规划了不错 第一天上路有不少搭车乘客都表示 新站宽敞舒服 亲友接送也比之前是方便了许多 来三桶台北请上车 搭车民众拿着行李准备上车 原本在台中火车站站前的国光客运 配合铁路高架化搬迁到新民街的转运站 距离原来的旧站只有300公尺 新站宽敞舒适 司机乘客都觉得不错 新的东西当然是好 而经过专业设计的当然是新银 新材料而且场地又大 来这边非常地好 而宽敞又干净 然后也不用说每次进出站的时候 又要担心受怕说旁边有很多围停的车子 或者是不过车的 国光客运表示台中站平日旅客 大约2000多人次 假日达6000人次 原本就站面积仅有200平 新站则是大了6倍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车员国光客运台中站的13条国道路线 也提供台中客运6条国道路线 期望发挥聚客效果成为中部国道客运指标 它有大约1300平左右 那旧站只有200平 所以我们提供这个地点 台中转运站这个地点 对旅客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地点 那旅客进来以后后车空间 或者能够在生活空间 日常的所需我们都会提供的很好 包括我们现在有商场有11柱形 几乎都会有包裹 铁路高架化之后 我们会用天桥来连接 后续的工程就会天桥连接 就变成无铁共共 无铁共共不可或缺的一个站 新站营运第一天 不少人对动线还不清楚 国光客运表示 会加强相关的指引标示 二楼也将设置汽机车停车场 目前正在施工 预计明年二月会先开放民众免费停车 三月开始收费 接下来春风台中采访报道